用什么方法可以扛住十二级的强风 只要坚持五分钟就能赢到一千美金 每人只能选择一种辅助工具 大姐选择坐在沙发上 铁柱穿了一身飞行服 大叔拿了一把雨伞 牢里的是跑步机 小明穿上了沉重的玩偶服 猴子选择了电动车 小白的是自行车 富贵穿了一双溜冰鞋 你们觉得谁的方法能成功呢 大姐淡定地坐在沙发上 当风力启动时 瞬间飙到了十级 她开始慌了 现在离开是不是有点晚了 风力还在增加 大姐变成了大哥 还好沙发有些分量 还能再坚持一下 也只是坚持了三秒 连椅子带人一起飞了出去 反应过来的大哥准备逆风而上 但是强风一点也不惯着她 大哥彻底放弃了挣扎 轮到铁柱了 他自信地穿上了飞行服 还以为自己会飞起来 没想到啪的一下落在了地上 别说五分钟了 估计连五秒都没有 下一位出场的是大叔 大叔一脸懵逼 我是谁 我在哪 外面的风速太大了 他们又把风机搬到了室内 下一位挑战者是老李 他开始在跑步机上跑步 风的等级也在增加 两只小短腿倒通的飞快 差点跑出了汽车的速度 受不了的老李只好喊停了比赛 这要是再跑下去 腿就不是腿了 他也挑战失败了 接着轮到小明了 他身上的玩偶服很重 或许可能会抵挡住强风 比赛还没开始 倒把自己累倒了 必须有人服 不然还真起不来 风机开始转动 小明一步一步的靠近风机 当达到十级时 还是没能扛住风力 光当一声被吹倒了 小明很失望 这么重都不行 轮到猴子了 他骑着电动车顶峰而上 加上电动的力量 还可以往前几步 只是这人是真受不了 哈喇子都被吹出来了 为了防止甩到别人脸上 他只能停止了比赛 轮到富贵了 他踩着溜冰鞋往前跑 风力很大 让他举步维艰 坚持了几秒后 富贵累得不行 他也放弃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富贵认为没有人会挑战成功 只剩下最后一位小白了 他骑着自行车往前走 越靠近机器风力越大 车咕噜都被吹翻了 实验证明 不管你有多重 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抵抗住大自然的强风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